去曹淳源單獨的訪客紀錄 然後是因為被指引說是不是其實根本不止一次 還是說克文哲的那時候記者會上是在說謊 說謊啊 我的了解大概去三次啦 就正在過與不過有沒有那個執照那時候 一次嘛 然後選後一次啦 選前又一次啦 就兩次在總統 一次在市長任內 大概這樣 我們接受到的檢舉是這樣 對 現在我跟你講啦 阿伯就是沈青青的快遞啦 然後彭政生就是阿伯的快遞啦 然後這個違法他也給他過 他要840嘛 就是所謂的刀叉是人肉 就是市長跟獨立財團這樣的勾結啦 然後掏空是庫 可以這樣說 然後這些公務員很可憐嘛 一個壓迫一個嘛 然後沈青青如八爪章魚用了議員 用了退休的那個副總工程師吳順明 用了前市長黃大洲 然後用了前局長叫朱雅虎 只為了一件事情 就讓他多賺500億 然後這個科市長那也跟他合作 而且合作的過程是違法 而且還壓迫 他壓迫洪政生 洪政生就壓迫下面的 那公務員覺得在好龍兵時代的時候 首途有責他們很光榮 在柯文的時代違法放 他覺得他們虧欠了海北市的人民 可是他們又沒辦法 你就不能不做你就沒工作了 也不能辭掉公務員 也沒有辦法養老等等 所以他們很苦啦 在柯文的時代 請問一下說金華城是否可能會面臨停工的狀況 這個就看李四川副市長跟蔣灣市長 是不是蔣灣脫胎換骨等大了 這個案子考驗他 這案子當然很難處理 等於是柯文哲丟了兩個爛攤子給蔣灣 第一個就是漁果改建 第二個就是金華城到底要不要停工 你不停工的話 舉世化然 一定民調會受到重挫 可是停工的話 這個中共一定會告國賠 所以那我的建議啦 就是他們現在心情要 他們心理一定要有定靜 我們來支持你嘛 起訴就停工嘛 而不是一審判決才停工 為什麼我這樣講 在一年半就完工了啦 一年半就蓋好了 市東大樓 價值一千億的大樓就蓋好 那你今天一審判決會拖個兩三年 定業會拖個十年 所以當斷則斷 我真的強烈建議 不要讓蔣灣受傷 強烈建議蔣灣起訴就停工了 這是我個人的建議